服鸭爱与前夫离婚闹得那是沸沸扬扬 服鸭爱也因此陷入了阴霾 还爆出服鸭爱和一陌生男子出游疑死出轨 一时间服鸭爱的工作生活均受到了影响 公司停止营业代言被迫取消 东京奥运会的解除工作也是被喊停 反观丈夫江洪杰 事业不但没有受到婚变事件的影响 反而因此获得了更高的关注度 事业也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难道江洪杰真的是因祸得福吗 其实不然 我们就从最近的报道上来看 大家似乎都被服鸭爱骗了 服鸭爱和江洪杰可以说算是很有知名度的公众人物了 仅仅花费了四个月的时间就完成离婚手续 大家不觉得有些太过轻巧速度了吗 日本媒体方面的报道 如果没有当初服鸭爱与学弟约会的照片 服鸭爱和江洪杰是很难在四个月内办完离婚手续的 而且服鸭爱约会的照片并不像偷拍 反而更像是刻意摆拍 这一切都是为了逼迫江洪杰与自己离婚 确实 在离婚事件爆出的时候 服鸭爱一度遭受了网友和球迷的负面评论 但是一段时间后 这件事 人们便会淡忘 而他与学弟之间只是摆拍利用 而且早早两人便断了联系 慢慢的也不会有人继续感兴趣了 不得不说 整件离婚事件都是服鸭爱组的一个大局 而作为幕后推手的服鸭爱带给我们的惊喜 可远不止这些 服鸭爱与江洪杰刚传出离婚消息时 就有媒体报道称 服鸭爱迫于经济上的压力 不得不将东京的一处房产抛首 代言被取消 奥运会解说的工作也被喊停了 可是事实上 服鸭爱豪至三亿日元购买了一处豪宅 服鸭爱出售房产 只不过是为购买新的房产做准备罢了 而且服鸭爱和江洪杰敲定离婚之后 立马便有新的工作找上门 奥运会解说也被敲定 服鸭爱作为解说的工作相当的专业工程 赢得了不少好评与好感 甚至相关人士都称赞服鸭爱的解说专业 这次的开端如此成功 那么在奥运会之后 众多乒乓球相关活动邀约将会陆续上门 而且服鸭爱还与电视台协商 会将自己的婚姻故事做一个独家采访 无论服鸭爱是指离婚后的心情 还是以前的婚姻故事 对于电视台来说 都是一个超级话题 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 服鸭爱就上演了复活大战 不得不说 服鸭爱把所有的一切都算得明明白白的 如此一来 只有服鸭爱和江洪杰离婚是真的 其他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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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还会出道敏才并公开敏衍爱的私密照 江洪杰母亲甚至当面说 她是我们家的下金蛋的母鸡 这一条条越看越让人窒息 而且在刚刚离婚 就有网友爆料 曾经江洪杰一度空虚寂寞 到网上和美女主播卑微的临线聊天 在直播中打情骂俏 当着七千粉丝的面撩妹 如今她又自己在社交平台 自爆恋情制造关注点 西西当天她晒出了一张 与五十岁的女性一起嘟嘟嘴 卖萌的亲密合照 并写道 钱杰CP祝大家情人节快乐 文末更逗趣的标注 请祝福我们 这样的亲密与普通情侣 没有任何的区别 服业爱江洪杰七月初宣布离婚 仅过去一个月的时间 江洪杰又有了新欢吗 如今两个人已经结出了婚姻关系 孰是孰非或许就没那么重要了 既然一扁两宽 那就各生欢喜 希望爱江能继续坚持梦想 江洪杰能重拾誓言 照顾好自己 也不要忽略了孩子 如此也不算枉费了 浮起一场 我来说 宝费